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么之前我已经给大家开始进入到了谢尔命令的这个操练的过程 那有的朋友就会在说,啊,Sandy这么多的命令,我怎么会记得住呢 事实上,我们学习是要讲方法的 那么在上节课之后呢,我就做了这样一个Linux常用命令的这样一张表 我把我们常常要用的命令按照类别和命令的数量全部给它列在这里了 总共下来差不多有接近60个啊,60个命令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对照着这样一张表来进行了解和关,啊,和熟悉就可以了 那么当你每一个命令都练了一遍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看,我在这里标注了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就表示这个是我们平时最最常用的一些命令啊 其他的命令实在记不住也没有关系,用到了我们再来查嘛,对不对 那么这张表的话,我也会去分享给大家 那么在记这些命令的时候,还有一个要诀啊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死机去死机背它 比方说df df我们简单来看的话,很容易去忘掉它,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记成两个单词 比方说disk free,disk free这样子 就是词盘剩余,或者词盘空闲的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以理解的方式来去记忆这些命令,就非常容易去记忆它了啊 好,这个回头我也会分享给大家,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 那么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文件系统及相关 有朋友就问到我,问到我一个,问到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讲cat的时候,讲cat的时候 当一个文本太长显示不下的时候怎么办 那么其实我们还,还有more这个命令 还有more这个命令啊,more和less 这个大家下来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后面我们也会去用到它,也会去用到它 more和less其实就是分页的,就是分页的来显示这些文本啊 来显示这些文本,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后面命令的一些演练 我们先进行词盘管理,词盘管理命令的一些演练 那么,词盘管理命令的话 这里有这样几个,这两个都是用来看词盘的空间大小的 词盘空间及文件的,文件目录的一个空间大小的 这个是用来进行我们的设备绑定 就设备的装载和卸载用的,Fdisk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用来分区的 对不对,这个跟Dot下Fdisk是一样的 MKFS,这个我们单纯的看我们可能不理解 但是我说了,你要知道它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你就容易去理解了,就叫makefilesystem制作文件系统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面的格式化 在格式化的时候,是不是format的时候都会去选择是format什么样的一个文件系统 对吧,至于什么是文件系统,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文件系统是个多复杂的东西 因为后面我们会常常跟文件系统打交道 甚至于我们自己还要自己去做文件系统 好,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这个命令 我们打开我们的VMWR 讲完这些命令之后,以后我就可以用我的会谱服器来讲 在VMWR时候,我们先因为我们要讲到磁盘管理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我们要给VMWR建立一个新的硬盘啊 就我们现在VMWR只有一块硬盘 就我们训练机上只有一块硬盘 我们给它加一块硬盘 待会好给大家去演示我们分区的一些操作和格式化的一些操作 另外的话,可以准备一个U盘 待会我会给大家演示怎么去挂载一个U盘 当然了,第三你也可以准备一个Image磁盘镜像文件 磁盘镜像文件 这个待会我们也可以去用到它 好,我们先来做这样一个准备工作 诶,sorry,点错了 我怎么启动它了 我们来设置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建立的虚拟机 那我们在这里编辑一下它 在编辑的时候 这里就是它的一些模拟的硬件 我们看一下 刚刚其实刚刚启动过程中 其实已经启动过来了 稍等一下吧 我们把它重新关掉 把这个塞性给关掉 好像这有快捷的操作吧 这没有关 我们还没有讲关机命令啊 当后面讲关机命令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用命令来关 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已经打开了 你直接关掉这儿 其实它会保存它的这个塞性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想编辑的时候 没法编辑它 好,现在我们再来编辑一下它 给它 我们看现在这个硬件就可以添加了 我们现在新增一个硬件 我们之前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hard disk硬盘设备 那么是一个Scanstar的这样一个硬盘设备 它大小是20个G 目前已经用了3.6个G 那我们再给它添一块硬盘设备 下一步 建立了一个虚拟磁盘 哪个设备呢 也是用Scanstar吧 给它一个G就行了 一个G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问 是不是立马要把所有的空间全部分满 我们不用啊 就还是让它自增长似的 这是多个文件 用多个虚拟镜像文件 还是用分隔的 这个都无所谓啊 这些都无所谓 好,大家看 我们现在就有两块磁盘了 对不对 我们就有两块磁盘了 一块是20个G 一个是一块是一个G的 OK 我们现在再来启动一下它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待会我们要用到U盘的时候 大家要在下面选中连接U盘设备 有的时候它是自动连接的 但如果没有自动连接 你就手中来选一下 好,我们进入到这里了 那我们进入 我们用CtrlLT进入到我们的字符中端 对吧 LT和F1吧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字符中端来演练 就不进我们的桌面 好,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后面的下面的一些命令 先看一下DF DF为了方便我们的记忆 我们叫 我给大家一个定义啊 就它的这个词拆开来 就是Disk Free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个词的拆解啊 有的是我查过资料的 有的是资料根本就查不到啊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 其实很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到处其实他都不会去讲这些词 他的全名是什么 因为设计者当时他没有提供出来说 我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常规的一种方式来猜它 那么可能我猜的是准确的 那也有可能呢 我猜的不准确 但是没有关系 这只是我们用来理解和记忆的一种方式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DF 就Disk Free 那么也就是显示我们词盘空间的一个使用量的啊 操作一下DF 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就弹出这样的一些信息 包括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些是已经挂载了的文件系统 那就是表示没有挂载的文件系统 那么已经挂载了的有一个SDA1 SDA1 那我们 我们先不管它什么叫SDA啊 然后我们只知道这肯定是一个设备 对不对 在设备下面 DV下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设备目录 那么设备 我们也说了 在Linux下面一切皆是文件 所以SDA1可能它就是一个设备 那这个设备是多大呢 是差不多20个G 已经用了3个G左右 那么还剩了15个G左右啊 15个G左右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使用 占用率是18% 那么它的挂载点 也就这个设备的挂载点是哪里呢 是我们的根目录 对不对 这个根目录也就叫我们的什么呢 根文件系统啊 那也就是说SDA1就是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根目录 看到这所有的一些东西啊 它全部都是在我们这个硬盘上面 这个文件系统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去操作 包括新建一个文件 我干嘛 是不是都建到这个硬盘上面 所以就这样一个理解啊 这个就是一个挂载的意思 所以在Linux上面文件系统的挂载 跟我们Windows上理解起来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个大家做一个理解就好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DF 那么DF其实我们就用这个命令就行了 我们平时用其他的也不多 也就是用来看一下各个磁盘现在使用量 没有啊 我们再看一下DU DU的话是他用来看当前目录的所占用的这样一个空间的大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DISC或者DICTIONARY DICTIONARY 所以理解成DISC和Director Director的这个Usage 也就是说DS的DU就是DISC usage的一个缩写 我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他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DU 这是根目录啊 太大了 我们进入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目录 你看他通过这种方式 他就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我们这下面的我们当前这个文件夹下面的所有的子文件夹或者子文件 他们各自的一个大小 那么你说桑迪这个东西显示的太长了 我没有看完怎么办呢 这个是不是就要用我刚刚介绍给大家的这个more这样一个命令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说more是用来看一个文件类似于cap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来用它呢 我们是DU对不对 加我们来看一个命令 这个看着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管道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也就是说把前面一个命令 前面一个命令 我们每敲一个命令的时候 他都会启动一个进程啊 这个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把前一个进程的输出结果 变成后一个进程的输入结果 那么也就相当于什么呢 把前面DU下来的显示的这么多内容 全部用more进行分页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就是第一页 那么大家可以按按空格 继续看第二页 第三页 这样子一个个来看 你看这就是很详细的当前文件夹下面的子文件夹的一个各自的大小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常规的一个用法 叫SH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它就直接显示出来当前的一个大小 比方说 而且是以照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比方说S就显示当前的我们这个文件夹的一个大小 那么如果你加了H就是以照的方式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帮助方便理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 H这个参数是以人类科就是方便阅读的这样的一种格式 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呢 比方说照或者G 那也就是说当你的文件大小是多少多少照的时候 比方说是100多照的时候 它的这个单位就会是以照来做一个后缀单位 那如果说我现在里面有10个G呢 它就会自动的就会转换成G为这样的一个单位 非常方便 对不对 非常智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S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只是看一个总结 是看一个总结性的 所以就比较简便 对吧 好 那么如此来看的话 我们再演练一下 这个命令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我们想看一下当前文件夹有多大 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样一个命令就行了 好 下面就来到了我们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的mount加载和卸载 加载和卸载 那么要讲加载和卸载这个命令的话 我要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什么呢 先讲一下Fdisk吧 这样子我把这个命令更改一下 我把它放前面来 我先讲解一下Fdisk和MKFS 那么Fdisk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在DOS下面也已经学过类似的一个命令 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磁盘的这样的一个分区操作 对不对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是Fdisk-L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这个参数 找一下 好 L是列出组分区表 针对指定的设备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列出所有设备的这样一个组分区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Fdisk-L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没有效果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想象一下 目前我登录的账号是Stundee 那只是一个普通用户 如果随便一个普通用户都可以看我们的硬盘分区表这些信息 是不是一件不太安全的事 所以我们用Root的方式来看 sudo Fdisk-L 输入密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分区表信息就打出来了 那么这块内容的话 看似有点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内容 看似有点多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 这儿是一块内容 这块内容是用来介绍第一块硬盘的一些简要的 这儿 sorry 这样子 这儿是一块内容 这是介绍第一块硬盘的简要的 这儿 也是一块内容 这是介绍第一块硬盘是如何分区的 这儿 又是一块内容 是介绍第二块硬盘的简要的 这儿也是一块内容 是介绍第二块硬盘如何分区的 所以 按照这样来看法 其实它的格式就是什么呢 硬盘的摘要和硬盘的分区信息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 第一块磁盘 我们是设备下面的SDA 那么SDA 这个设备 它的大小是21.5G 21.5G 有这样255个投印锡和 和每个磁道里面有64个 63个这样的一个扇区 Sectors 扇区 2610个磁柱 Cylinder是磁柱的意思 磁柱和最小存储单元的换算关系 等等 这些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讲 这个没有关系 这些没有关系 然后分区是 一个是SDAE这样一个分区 它的启动和启动地址和结束地址 它的大小 然后它的ID号 这个分区的ID号和它的一个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好 那么从这个来看的话 SDAE 它还是一个引导分区 Boot 还是一个引导分区 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的根文件系统那个分区 对吧 然后还有SDAE2 是一个扩展分区 这个扩展分区是什么作用 我们现在不知道 还有SDAE5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交换分区 这是系统自己建的一个交换分区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扩展分区建的非常小 我们以前都知道 我们在学习一个硬盘分区的时候 是不是先这样子 这是一个组分区 对吧 这个就是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里面又分逻辑分区 对不对 又分成一个个逻辑分区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Windows分区的时候 这个组分区往上是个C盘 然后整个扩展分区就是CDE 然后具体的C盘D盘E盘 我们就称为逻辑分区 所以这里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 概念是差不多的 大家理解一下 好 这是我们第一块硬盘 第二块硬盘是一个G 但下面它的提示是什么呢 提示是没有包含有效的组分区表 也就是说这块硬盘完全是空的 就像新买的一样 对不对 还没有分区 所以我们没法去处理它 而这个硬盘的它的字符编号是SDB sorry 看不到了 是SDB 是SDB 所以SDA就是第一块硬盘 SDB就是第二块硬盘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 SDA SDB 乃至于将来的SDC SDD 这就是我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块硬盘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事实上就是这样理解 这是什么呢 S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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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是ID硬盘 你就会看到它的符号是HDA HDB 好 那么SDA就是SKAS S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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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头它在分区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它取名叫SDA1 SDA2 SDA2 这个就是分区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命名规则 这是它的一个命名规则 好 这次我们对这些词盘的简要的信息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所以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HDA1